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达到最佳的性能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你们知道吗 早在20世纪初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时 他们的飞机翅膀 其实是固定的 无法根据风速和气流进行调整 这就像是你穿着一双 固定尺码的鞋子去跑步 无论路面是平坦还是崎岖 你都得硬着头皮上 结果可想而知 飞行的稳定性和效率都大打折扣 然而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现在有了自适应材料 这些材料能够根据飞行条件自我调整 就像是给飞行器装上了一双智能跑鞋 比如 形状记忆合金 SMA就是一种典型的自适应材料 它能够在不同温度下改变形状 这样飞行器的翅膀 就能根据气流和风速自动调整 达到最佳的飞行状态 再举个例子 现代战斗机的机翼上 常常使用压电材料 这些材料能够在电场作用下改变形状 从而调整机翼的角度和形状 这就像是给飞行器装上了一个智能导航系统 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空站中保持最佳的飞行姿态 说到这里 你们可能会问 这些自适应材料到底有多神奇 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案例 NASA曾经进行过一项实验 使用形状记忆合金来制作飞机的机翼 结果显示 这种机翼在不同飞行条件下的效率提高了20%以上 这就像是你穿上了一双能够自动调整尺码的跑鞋 不仅跑得更快 还能节省体力 当然 自适应材料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飞行器 它们还可以用于风力发电机 汽车 甚至是建筑物 想象一下 未来的建筑物能够根据天气变化自我调整 这将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 总结来说 自适应材料就像是飞行器的智能之意 让我们的飞行梦想更加接近现实 它们不仅提高了飞行器的性能 还为我们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激发你们对这一领域的兴趣 未来也许你们中的某位就会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 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纳米织网 纳米材料的计算奇迹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神奇又充满未来感的领域 纳米材料 这个话题就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它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纳米织网的神秘面纱 看看这些微小的奇迹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首先 什么是纳米材料呢 简单来说 纳米材料是指那些尺寸在一到一百纳米之间的材料 要知道 一纳米可是十一分之一米 这么说吧 如果你把一根头发皮成十万份 那么每一份的宽度大约就是一纳米 这么微小的尺度 让纳米材料拥有了许多奇特的性质 纳米材料的应用范围广泛地令人咋舌 从医学到电子学 从能源到环保 纳米材料无处不在 比如说 在医学领域 纳米材料可以用来制作纳米药物载体 这些载体能够精准地将药物送到病变部位 减少副作用 提高治疗效果 这就像是给药物装上了GPS导航系统 让他们不再迷路 再来看看电子学 纳米材料在这里可是大显身手 大家都知道 现代电子产品越来越小 功能却越来越强大 这背后的工程之一就是纳米材料 比如说 石墨烯这种神奇的纳米材料 它的导电性和强度都非常惊人 未来有望用来制作更快 更小 更耐用的电子元件 想象一下你的手机电池可以用好几天都不用充电 这是不是很酷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有一天 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忙得不可开交 突然一位研究员大叫一声 我发现了一个新材料 大家赶紧围过去 只见他手里拿着一片薄如蝉衣的东西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石墨烯 这位研究员的发现 让他一举拿下了诺贝尔奖 成为了科学界的传奇人物 纳米材料的奇迹还不止于此 在环保领域 纳米材料也有着巨大的潜力 比如说 纳米滤膜可以用来过滤水中的污染物 让我们喝上更干净的水 还有纳米催化剂 可以用来分解有害气体 减少空气污染 这些应用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总的来说 纳米材料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 将我们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它们虽然微小 但却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未来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纳米材料将会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 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便利 所以 同学们 当你们下次看到一个微小的东西时 不妨想一想 它是否也有可能是一个纳米奇迹的开始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 纳米之网为我们编织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光子之心 光子材料的医疗革命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前沿又充满未来感的主题 光子之心 光子材料的医疗革命 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科幻小说的标题 但这可不是科幻 这是现实 首先 什么是光子材料 简单来说 光子材料是那些能够操控光子的材料 光子式光的基本单位 就像电子式电的基本单位一样 光子材料可以用来制造各种奇妙的设备 从超高速的光线通行到高效的太阳能电池 应用范围广泛 那么 光子材料在医疗领域又是如何大显身手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有趣的例子 光子刀 精准的外科手术 首先 我们有光子刀 也就是激光手术 传统的手术刀需要切开皮肤和组织 这不仅会造成大量出血 还需要较长的恢复时间 而光子刀利用激光的高能量 可以精确地切割组织 减少出血和感染的风险 这就像用光剑切蛋糕一样 既快速又干净 光子诊断 看见隐藏的疾病 接下来是光子诊断技术 你们知道吗 光子材料可以用来制造超高解析度的成像设备 这些设备能够看见传统X光或MRI看不现的细节 例如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OCT 技术可以用来检查眼镜的内部结构 早期发现青光眼或黄斑变性等疾病 这就像是给医生配了一副超级眼镜 能够看穿一切 光子疗法 治疗癌症的新希望 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应用 是光动力疗法 PDT 这种疗法利用光子材料来激活特定的药物 这些药物在光的照射下会产生有毒的养分子 专门攻击癌细胞 这种方法不仅能够精准地杀死癌细胞 还能减少对周围健康组织的损害 这就像是给癌细胞下了一个光子陷阱 让它们无处可逃 光子感应 及时健康监测 最后 我们来谈谈光子感应技术 这些技术可以用来制造各种可穿戴设备 实时监测我们的健康状况 例如 光子感应器可以测量血氧水平 心率和血糖浓度 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健康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这就像是随身携带了一个光子医生 随时随地关注你的健康 结语 总的来说 光子材料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真是无穷无尽 从诊断到治疗 从手术到监测 无所不包 这些技术不仅提高了医疗的精确度和效率 还大大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所以 同学们 当你们下次看到光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这些小小的光子 可能正在某个地方 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光子之心 真是名副其实的医疗革命啊 希望今天的课程让 你们对光子材料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 你们能够继续关注这个充满希望和未来感的领域 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陪伴 这里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刚刚一起探讨了三个令人惊奇的前沿领域 自适应材料 纳米材料 和光子材料 简而言之 自适应材料 就像飞行器的智能之意 纳米材料 则是我们生活中的无形网络 而光子材料 更是医疗革命的光子之心 这些神奇的材料 不仅在各自的领域中大放异彩 还为我们的未来 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听上去是不是很酷 这些技术 不仅仅是科学家的玩具 它们的应用 已经在悄然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 无论是飞行器的性能提升 电子设备的进化 还是医疗技术的突破 这些材料都在背后 默默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那么 这些前沿技术的深入分析 又会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来细细品味 自适应材料的深入分析 自适应材料 能够根据环境变化自行调整 这无疑给飞行器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效率 未来 自适应材料的应用范围 将不仅仅局限于航空航天领域 还会扩展到风力发电 汽车工业 甚至是智能建筑 想象一下 未来的建筑物 能够根据天气变化自我调整 这将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 纳米材料的深入分析 纳米材料的微小尺寸 赋予了它们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使其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 例如 纳米药物载体 能够精确地将药物送到病变部位 减少副作用 提高治疗效果 而石墨烯等纳米材料的出现 则为电子产品的小型化和高效化 提供了无限可能 光子材料的深入分析 光子材料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可谓是革命性的 从光子刀的精确切割 到光子诊断技术的超高解析度 再到光动疗法的精准癌症治疗 这些技术不仅提高了医疗的精确度和效率 还大大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未来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光子材料 在医疗领域的创新应用 为人类健康保家护航 总结来说 这些前沿材料技术 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前沿 更是未来生活的基石 科技的进步让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可能 而这些材料技术正是其中的重要推手 最后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的参与和提问 你们对这些前沿技术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否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请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 共同探索这些神奇材料的无限可能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